首次上稿18点28分更新时间18点55分 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 有网友PO文到脸书社群台南诸事会社 只有人想应征台南市东区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珍贵贵员工作 劳房以LINE与资方联络 询问有无劳健保福利 没想到资方一句没有劳健保 在劳房说要考虑一下时 资方更说我必须病除你了 让劳房不示弱 回说没有劳健保不合乎劳基法规定 台南市劳工局今天火速约谈 业者马上达高铁南下说明 但贵位由他人承揽将再要求实际雇主出面 这名网友说我带PO所谓的幸福台南 烂资方就让他请不到人资工局想恶化劳动市场 大家就继续宠坏这些老板 PO文网友贴出LINE劳 资对话截图说有人想应征贵姐工作 资方开出的条件包括日薪1300元 30至45岁每周进货二次要够体力 若单日业绩达15000元可以抽用2% 应征劳房询问公司福利呢 劳健保呢 资方回复5劳健保及6%退休金 还要继续吗 劳房回说要考虑一下 资方再回你可以考虑 但我必须定处你了 劳房不示弱的也回没有劳健保不合乎劳基法规定 另有一人也想应征问休假期一个月上班时间 同移民资方回休假5 付8天也可以不休 单人贵当然都是AL L班不染脸还要继续谈吗 邱职劳房说因为我不清楚啊 问清楚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有其他网友怒批违法了 还那么呛去劳工局检取啦 一天1300元从开门站到关门是心采100出头 网友还把矛头转向台南市劳工局 质疑执法态度消极 奢望他们会把关劳减 我想我们是过度期待了 劳工局立即派员了解得知此案 是涉及新北市地红公司的临时贵位 将于今年4月正式涉贵在浙加百货公司 初步研判无提交劳工退休金及未投保劳工保险 设违反劳工退休金条例与劳工保险条例 为办理健保事项设违反全民健康保险法规定 令年龄限制设违反就业服务法 至于是否违反加班费或超时工作规定 需四查阅出行记录与公司明细后才能厘清 劳工局说地红公司蔡老板于今上午11时 接获该局通知后 为说明有关行刑 专程达高铁南下 在下午4时抵达该局接受就业服务法 劳动基准法访谈事宜 蔡老板提出承揽契约 说明该贵经营事项已由他人承揽 令通知实际雇主于3月7日 代管理资料到局受检 劳工局强调会议后续法定程序办理 设劳健保与劳工退休金提供事项 含转劳健保局办理就业服务法的年龄歧视 劳及法工 资工时劳动条件将由该局持续办理 以维护劳工权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